荆唐记者邦记来自于你所清初 复清初语歌 就是复山县长所传的复清初语歌 原书当中治疗的是什么呢 治疗的是肝火 煎熬血液 沉淤 所引起的痛经 所以我反复跟大家提出来了 反复跟大家提出来了 痛经不都是宫寒 即使患者告诉你说小肚子发凉 但是来月经的时候呢 都是紫黑的血块 脸上起痘 口肩溃痒 口臭便秘 一看舌头舌红开黄 卖瘦 一看热像 但是就是肚子凉 你不要忘了 它是因为肝气不疏 气于化火而造成的 也是气急不畅所导致的 你说这样事的方记 你还用记方歌吗 单规白桃 财虎 相复 玉金 单皮 焦织 黄琴 白戒子 这不是典型的典型的典型的阴血吗 典肝脏的阴血 肝 单规 无养肝血 勺要养肝阴 所以两者相配能够养肝脏的阴血 肝不是体阴吗 必须要血充足啊 财虎相复玉金 这不是蔬肝 这不是蔬肝里气的吗 这不是住肝用吗 这不还是肝的体验用羊吗 我说了财勺配 这不是财虎吗 这不是白勺吗 这是调肝的重要组合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财虎相复玉金 我们后世把它称为 蔬肝的三剑客 什么意思啊 就是蔬肝的最佳组合 所有的组合蔬肝都没有这三个药好 财虎相复玉金 只要这三个药 两个药配偶 都起狠纳肉 那三个药配偶都来这呢 都上了 是不是啊 没有解不了的玉 是不是啊 大家看一看 财虎 蔬肝 以气解瘀的一个重要的药 相复 刚才说了 气病之主司 女科之主帅 栗三交解六玉 再有一个呢 玉金 你看一下这个名 解玉 圣四黄金 玉金 为什么叫玉金呢 它解玉 圣四黄金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玉金 所以财虎相复玉金 是苏干的三界课 也是苏干的一个重要的组合 有苏干 以气的作用 那么我们大家看 单皮交织黄情 清干果 你看这个字路多清新 清干果 养苏干因血 输干气 清干果 干体因用羊 以血为体 以气为用 气欲化果 就清果吧 那有人说 单皮 清干果 这个我们大家知道 胶脂子是苦含的 清三胶之果 对不对 并且能够 饮干 火 从小便排出 那有人说 这里放个黄情 有什么用吗 大家知道 我们在学习中药学当中 常常有一个误区 什么误区啊 我们常常说 黄情清肺热 黄连清胃热 黄百清 什么呀 肾热 黄情清上胶 黄连清中胶 黄百清下胶 那是为了鉴别 他们三个鉴别的 其实这三个 全是清三胶的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看 黄情 一味黄情隐 专门制造肺热 可喘 你看李时珍 年轻的时候 得了这个肺病 可喘 他的父亲就用 黄情一味 一两 三十个 煎汤 不用 很快就好 把他叫 一味黄情隐 也叫清金散 金是肺吗 清金散 就是清肺 所以他能治上胶 那你看他治中胶 你看我们的 半夏蟹心汤 生姜蟹心汤 甘草蟹心汤 都有黄情 清胃热 清肝胆热 小财富汤 大财富汤 你看 财勺配 是蔬肝的重要主格 财勤配 是清肝 我们的重要主格 所以你看黄情 清肝胆之热 清肺热 黄情还能清大肠之热 我们的葛根 切片汤 这张热力 葛根黄莲黄情 你看清夏蟹 所以黄情 也是清三胶之火的 我们说清上胶 清中胶 清下胶 那是为了跟这三皇相间谍 其实这三皇都是清三胶之火的 清三胶之火的 那有别人说 那你单脾胶之黄情 你都说是清三胶之火的 这里面你为什么说他清肝火呢 因为他在财乎相处郁金的代理之下 因为这三个药全入肝精 疏肝解育 那你清火肯定清肝火呢 对不对 所以他在财乎相处郁金的代理之下 这三个药就直清肝火 直清肝火 刚早不用说了 调和主要 这里面放了一个白戒指 这个药 请大家注意 凡事在处方当中 你会看见这一个处方当中 有这个不伦不类的药 你就知道这个药起很大的作用 就像刚才我给你讲的 化肝尖当中 清肝火为什么用折蟹呀 折蟹不是沥水的药吗 第一 对 它能够引肝火从小便排除 第二肝火剩容易影响经验的 输步运行障碍 导致排饮水尸的内瓶 因为折蟹能够立水尸 所以 那你看我们白戒指 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吗 大家知道 白戒指 它是新闻的 单皮交织黄芹 包括财狐 包括啥样 都是寒凉制品 所以第一 它在药中起反左作用 使整个药际不至于寒凉过度 因为白戒指是新闻制品 起反左作用 第二个 白戒指有什么作用吗 有化痰的作用 你不要忘了 肝火制胜就容易炼液为痰 肝火剩把你的经验挠干了 经验挠干了就成痰了 这叫肝火 肝火胜 炼液为痰 肝火胜 炼液为痰 所以白戒指有化痰的作用 第三个呢 白戒指有明显的止痛作用 因为它是治疗肝火胜的痛经 白戒指有明显的震痛的作用 大家听过我讲网课 我在平台当中讲网课 介绍过白戒指 头痛啊 腐痛啊 肢体的疼痛啊 关节的疼痛啊 白戒指有明显的震痛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肝火胜所引起的痛经 第四个 它有通落散节的作用 通落散节的作用 我们古人说过一句话叫做什么呀 叫做皮里魔外之痰 非白戒指不能治 白戒指专门能够治到皮里魔外之痰 所以你看我们对于乳屁的治疗 乳腺解解病的治疗 我刚才给你讲个话半间 我们手推有火的 我们手推它 为什么 因为肝火 你看有气质 彩虹相互预精行气 有血瘀 有这些身体哪有活血 单规活血 单皮活血 勺药活血 他们预精也能够活血 还能够化痰 白戒指化痰 它这个轻火 单皮交织黄情 所以气质 血瘀 痰明 这气质以后导致肝火 你看 它针对于它 全能照顾到 所以白戒指在这里面 起的作用很大 不能蒙着 我还要说一下 我们在临床当中 不能用黄戒指代替 凡是我们颗粒记当中写的戒指的 都是黄戒指 它不是白戒指 它作用极其差 要效 你必须要用白戒指 所以我们 家里面 都有炒白戒指 我们一定要用白戒指 白戒指 那么这个单规 二十颗 白勺 二十颗 财虎 这书干料 计量不要太大 财虎 十五颗 香醋 十五颗 玉金 十五颗 单皮 十五颗 胶脂子 十颗 黄芹 十颗 白戒指 十颗 枝干草 十颗 你看这一个方计 照顾到乳腺解解的 所有病机 气质 导致的化火 肝火 导致 盘宁导致血淤 所以我曾经治疗一个患者 我就是这个方 我一直我守三个月 他是乳腺的三级阶级 多发性三级阶级 我一将他吃了三个月药 因为这是我一个网诊的患者 是我一个 福州的患者 我在网上微信 那么不久前 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他说 余老师非常感谢你 我吃了这个药干三个月 这次我又复查一个四杯彩汤 告诉我 双侧阶级完全都消失 一点都没有了 就吃这个方 我一看给我发过来 就是这个方 就是这个方 加的是刺激粒和姜缠 加的刺激粒姜缠 以后我会告诉你 他怎么加减 所以 乳腺解解解 手推的是这个 手推的是这个 有火的手推这个 不手推化肝肌 什么手推化肝肌呢 他有浮肿的时候 没有化肝肌 化肝肌轻火的力量也很好 但是他也有化痰的作用啊 因为有废母 因为有废母 也有化痰散绝的作用 有没有活血作用 有 有没有单题 其实胶脂子也能够活血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脂子注射液 专门治疗 惯性病心脚动的 说明脂子有一定的活血化育的作用 那么在我们的民间 大家知道 跌打损伤扭伤的时候 把这个脂子拿来 给它捣碎了 用黄酒外敷在掘布 当天晚上敷完 第二天早上起来消毒 消毒之神速 也让我们看见 脂子的活血化育的作用 是很强的 是很强的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轩鱼通经汤 那么清肝火 还有一首方祭 等我讲完以后 我再跟大家 鉴解一下 这首方祭 什么时候 这三个怎么区别应用 都有肝火 那你怎么区别应用 等我讲完一起呢 我再鉴解 行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先下课 好 说的这一个 学鱼通经汤 都讲过多少次了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这一个方 我们找了很多疾病 最早我捡到热心固定的时候 又讲到学鱼通经汤 然后讲到干火 我头痛的时候又讲到学鱼通经汤 包括我讲到东南晚 胎中科症的时候 干火今天又是学鱼通经汤 今天又要讲到这些级还是学鱼通经汤 也就是说什么意义 中意七十 虽然是真的很难 但是也是越学越简单 因为主要是一个变成的思路 其实都是这些方计 你越学就觉得这些方计 越实验又很简单 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这个 越经先期越经量多 今年期延长的这样一个和平论述 讲了气虚证的第一个证刑 就是脾气虚证 赞景月在自然规刀中就提到了 若卖正无果而今早不及其者 择其什么样 新贴两须不从统子而然 就是提到了这个气虚 新贴两须所导致的这个越经先期 包括量多和这个经期延长 然后在医工基建当中 也进一步给我们分析了 这个月经量多的时候怎么辨证 他说了什么浅淡 丑年生红热有余 量多浅淡虚不舌 所以说我们根据月经的颜色 月经的尺利就能够变出 它倒是血热还是血虚 为什么呢 因为出血性疾病气虚是最多的 其实就是热性的 因为热性最容易破血蜂蜀 尤其在当地这个社会 人压力大 爱吃辣的 因为比较暖 形质也容易抑郁 所以最容易是融合 但是我们气虚的证件 也必须要掌握 那么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气虚呢 它主要是由于一个病点 或者是树立脾气不足 或者是由于这个私立 劳健过度伤痊 或者是由隐私不解 导致脾气不足 或者达病足病导致脾气 脾气之后呢 终其不足啊 血是统缩 所以就出现了啊 容易出血性疾病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益气健脾 来奢血来调精 那么我跟大家讲的两种方剂 第一种方剂呢 就是脾气当中的补充益气汤 那么补充益糖这种方剂呢 治疗这个脾气气症 确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剂 治疗这个出血性疾病 但是呢 如果在今期 医家也都提出来 因为当归那是新的冻血制品 所以考虑 图量特别多 经历特别长的情况下 把当归这种 养朽活血之间给它去掉 那么就可以用绝肩来治疗 因为绝肩呢 在紫月传书当中说 它专门是治疗气球下陷 血温血脱的 亡羊摧危 是专门治疗这样的一种方剂 但是我们在临床当中 我刚才跟大家提一案 就是气球下有血淤的 是非常经常常见的一个阵型 也就是说在经期的时候 我们用绝肩的时候 你看我们常常加成的 就是壁黄和白勺 为什么呀 因为你血特别多 容易出血的疾病 你直接就导致阴血到好伤了 那么我们用绝肩的骨气 气有个特点 对不对 气它给血能够窄气 你气它不能够 它在体内 它会有血缩窄 它只能补上气涼 你看补中一汤 为什么要那么斑骨烟 但是你这时候 你在清血流的 非常多的情况下 你要不加上 骨血质品的话 你的气没有所窄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里面 加上帝黄和白勺 帝黄和白勺 我们根据患者的情况 如果这个人 你觉得他没有含相 他一点也不怕冷 你就加生地和白勺 总之你要加四五汤当中的两个血药 四五汤当中 当归乎穿胸 是血中的冻药 血中是血药 熟地 帝黄和白勺 是血中是静药 这两个药都是羊血的 驴只以血为主 月经以血为物是基础 那么你需要调整 需要活血 你不要忘了前面的当归乎穿胸 你需要静养血分 你不要忘了熟地和白勺 永远都要加它 是血有所依 然后你要根据它的情况 那么我跟大家说 有一首方例 就是张西芙的 叫做护葱汤 安葱汤 有一首方 叫做安葱汤 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们讲时间长了之后 大家就会了解了 它是知道什么呢 是脾胃气躯 所导致的这种 出刃不顾 脾胃气躯 出刃不顾 所引起的 叫月经或多 或西不止 或不实陋下 专门是这个 不实陋下 那么它这种方例 给大家写上 你看和我们的学生间 有多少区别 它是黄旗 党身 没有党身 它直接是白猪 家长 僧地 白勺 海啸 芡草 带 绿龙骨 锅骨 断 牡蛎 然后加上蓄段 这几个要组成的 它正常的我们用黄旗啊 白猪啊 僧地啊 可以用20到30克啊 白权用20克 海啸可以用20到30克 嵌草15到20克 龙母母粒可以用到30克 那么续段用到20到30克都可以 那么这一种方计我们说它这个是 那么有的医家说它是治疗什么呢 是气虚假如血弱的一种方计 为什么这么恨气它呢 就是因为你看嵌草它能够凉血 还能化鱼对不对 然后你生地和白草 生地本身就凉血之一 所以如果这个人 他可能是有一点血热 但他破血忘了之后热水血泻了 然后气水血脱 阴水血伤 最后热已经没了 剩一点点虚热 然后就剩一派虚酱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它治疗 所以你看我们在民床上 常常就给它直接合上举言间 直接就挡针 再配上生麻 你看这不就是举言间吗 把它配在里面了 就直接治疗这种疾病 而我的大家举这个一案当中 就是在经期的时候 这个患者 他明显的内褲特别厚 已经整个明显的血瘀了 所以我刚才讲的时候 就把龙骨母帝给他拿掉了 它是一个收敛止血之品 就换成了土旺的灵纸 来化鱼止血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方 它都是根据这种鸣花 化缠而来的 而且张西纯 他有个特点 他止血最擅长的 就用海销现场和龙骨母帝 不管是在安葱汤 还是在故葱汤当中 都用这两个止血 因为龙骨母帝 这两个要 它好在哪呢 第一个 它有收敛止血的 收敛固色止血的作用 但是它收敛之中 又有开通之性 而且它是化痰之神品 在化痰的时候也用它 然后还是一个 镇静安神 稳心的一个主要的药物 包括还用知名浅阳 包括邓丹琴汤还用它 那么张西纯认为 这一土药 我们专门能够 护设下脚 其他的止血的作用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时候 一定尖点血肉 就这个 比如说我肚子特别患凉 小肚子凉 然后血还特别多 那你不能这么用了 对不对 你最近把你的病房 你得改成熟地 然后你这个海销和倩炒 你这个不能用了 对不对 你家爱业和抛京 哎 一下子就把这个 皇帝 他这个寒门 就扭转过来了 对不对 止血药 其实无愧就四类 我跟大家简单的写一写 止血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 平时是重在治本一条经 也就是在对 它的病因病期去治疗 但是在经期 因为它出血过多 或者经期延长 我们一定要什么 第一要减少出血量 第二要缩短经期 这是我们治疗目的 也就是说在经期的时候 你要加点止血的 就这个意思 但是止血要你咋下 你第一个就是收舌止血 收舌止血之品 第二个就是化油止血之品 第三个 那么就是温经止血之品 第四个 那么就是减血止血之品 对不对 其实说白了 出血量疾病还很好治 主症辩证清楚之后 在经期的时候加点止血之品 那么这些我们大家都很好 比如搜舌止血之品 大家最常用的 也是我们在军堂上最为常用的 理科技患者情况 如果血量特在大 搜舌 刚才我说了 龙骨母粒是一段 张西纯最爱用的 就是龙骨和母粒 那我就不解了 还有什么 鲜克草 鲜克草 鲜克草这个药好在哪 它既能收敛止血 又能补虚强壮 特别适合虚性的这种出血 收敛止血 它又能够补虚强壮 这样的作用 然后还有像中碳 中碳当时人也特别喜欢用它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中碳的这碳类的药 它在收舌止血的同时 有一个缺点 就是容易流瘀 所以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下 反正是不是特别严重这种 时代初血血量疾病 基本上不用它 因为你用完它流瘀 你还得加上化瘀的药 所以比如中碳 还有什么 刚才我说的 总共母帝写了 还有海蕭 就是海蕭蕭 你叫做 骨贼骨 它也是收敛止血的一个药物 海蕭 鲜克草 中碳 这几个药物 比如对于像白急 像藕解 一般情况我们都不用 因为白急偏向胃肠的出血 像藕解的偏向喪目的出血 所以我们你看这几个就够用了 你随意的损一对 龙龙武力 你不能说都选上 你都选上那太多了 对不对 搜炼止血不能那么选 这是在搜炼止血当中 第二个就是化瘀直血 化瘀直血 技能化瘀直血的药 就那么几个 所以第一个就是 虎黄 对 刚才说的 虎黄 灵止可以 对 它咱有个特点 虎黄灵止失效散 灵止是凭于止痛 活血化瘀 凭于止痛 它是活血化瘀 凭于止血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 茜草 义母草 三七 还有吗 就这几个药 而且我跟大家说的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任何症状当中 不管我讲多少的辩证症情 化瘀直血之药 心理必加瘀 为什么呢 就是酒漏 有虚 虚也清 有热心 健康学 韩宁也得出瘀 用西医的话 两瓶都内骨是厚 人的一刮也不止血 所以你俩的 无论是啥症情 化瘀的药永远不能长 只是这个人特别重 你可能化瘀的力量要重一些 这个人瘀青 也扫痂 半胃的 然后才能取消疗效 像土黄这个药 我们在正常用的 平时不是经期 它如果瘀重 我们也用它 但是呢 我们就直接用土黄就可以了 如果在经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土黄碳 零脂的 正常就零脂的 嵌炒我们不用它 就用嵌炒 嵌炒本身就能够凉血 还能够止血 还能够打着活血 所以它是调精的药料 妇女 你毕竟也能用它 你吐精也能用它 你离离不做 你出血还能用它 所以嵌炒这个 是最常用 最常用的一个药 你就脂血 你加入嵌炒 又能量血止血 又能化瘀直血 对不对 然后呢 凉血止血 化瘀直血 都可以用它 而且它还能活血 止血它不能溜鱼 然后像嵌炒也是 它能够收缩子宫 而达到一个止血的 这样的目的 你看为什么 产后都要和嵌炒 和粒 因为它能够收缩子宫 达到一个止血的作用 同时也能够活血化瘀 但是嵌炒 大家也希望它是为良性的 如果这个患者说 它含的不得了 你如果说在没有别的 温精止血要成功架 你就脏和嵌炒合力 它也不会好的 因为它毕竟是良性的 如果你要是有其他的温精止血 要配给它可以 但其实是一个平静的 它主要的作用 就是你止血为主 当然它也能够化瘀 你止血为主 用到化瘀 止血不容易 而且三期能补虚强壮 补虚强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而且死痛效果也比较强 就是说这一股药是最常用的 再有一个温精止血 那 更常用了 那么就是 爱叶对吧 平时肚子良你用爱叶 你经期肚子良你用爱叶炭 然后就是抛姜 还有什么造型土 其实基本上造型土 不咋太用 不咋太用 爱叶抛姜造型土 这是温精止血的 对于花瘀直血当中 还有一个要 就是花瘀石 我说这句话 我从来没用过 因为我老师也不用 我也没劲 所以我也不写 就是一个直血 这些人也就不提了 那么我们在两写直血当中 这里面 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现代人热性素也特别多 你前面损了一个组方 没有直血支片 是这本的 那么你在精气 你加上直血支片 这才能够标本监制 才能效果更好 这个时候呢 第一组药物 就是地鱼配桓花 地鱼配桓花 这两个要不呢 它直血效果呢 非常的好 在哪呢 它俩都是凉血直血支片 而且它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性善下行 这么容易下腰的出血 比如说便血 比如说痔症下血 或者是这种血力 浓血力 直接血力 或者是 蹦漏的这种下血 它都有非常好的 凉血直血的效忍 但是地鱼配桓花 它有一个酸性的作忍 它有酸泽的作忍 在凉血直血的同时 又能够收敛直血 而槐花呢 在凉血直血 同时又能亲切干活 所以它俩 在血热的时候 非常适合用 而且地鱼有个特点 不用用地鱼碳 因为现在药盐就都说了 说松地鱼的直血作用 要优于地鱼碳 我们能不用碳 尽量不要用碳 用碳之后 就容易流鱼 因为一流鱼 暂时血可能觉得渐少 但是回头是淋漓已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地鱼要地鱼淮花 还有一种药 就叫大忌和小忌 大忌和小忌 大忌和小忌 这两个药 它凉血直血 容易血热忘情 我找一个各种负血症 都可以用它 但是它还能够散于 还能够清热解谜 散于可能清热 可以选 比如说我选地鱼淮花 也可以 选大忌小忌 也可以 对不对 那么这尿血最好用的一对 是谁类的 在凉血直血当中 小忌和白果根 是最好的用用 就是尿血当中的血热情的 但是我们说 你得根据情况 你风 你这月经是 月经这种下血 风漏这种下血 月经过多的下血 我们不用白果根 白果根 能沥水 对不对 因为血本来一血就损伤了 你不要再沥了 像刻板液 其实也很用 但是我们说 你选择 你的中冷气那么多 你会那么一对两对的 其实就够用了 就是这几主药当中 发展的处理 总是出这几主药当中血 根据患者的情况 像有的人 本来是血热来的出去 但是出血量太多了 出血时间长 热水水限了 没有热了 就不点热 那你就像我刚才说 这个安心汤的基础 让你稍微加一点点凉血 就可以了 这是止血药的用用 那么我跟大家再讲一个疑案 这个是我为大家整理好的 一个病例 这个患者是一个女性患者 41岁 这个患者是一个高中的老师 工作压力的贫血特别大 因为他是在这个班主任里边 压力大 然后睡眠也不是很好 主要他来补述的时候 就是月经提前 五到七天 月经提前 五亮七天 然后量比较多 大家记一下可以 然后他出现了什么 洒的一开始是大红的 但锅那两天 他扮有点小血块 不是血色就是正常了 带点小血块 然后子弟来讲 相比之下是基本上偏于正常 用他的话说 基本上就算是正常 有一点点西 但他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心慌心跳 思眠多梦 总也睡过海觉 然后心慌心跳 失眠多梦 然后伴有就是因为他这种情况呢 都已经持续将近两年多的时间了 所以他平时也是面是有点发舞于床 然后神皮乏力 神皮乏力气酸来源 从他自己的画手 被学生图说的画手写类多 所以他就扮有一派法力的这样的症状 然后呢 蛇是 淡的胎是薄白的 蛇大肯拍薄白 脉尘缓尘细这样的脉腔 而且细看他那个 眼睫肚骚味有一点点贫血的这种感觉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患者 如果我们辨证的话 会辨证为什么症状呢 气息是不是 是气息不假 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辨证为心皮两须 心皮两须皮肤同学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就是说心皮两须皮肤同学 那么我刚才最早讲的时候就提到的 说这个人痴虚日久的话 那么他这个止病经母 他必然会累積心脏 然后导致呢 以这个骨气致救 导致日久心气也不足 所以心气不足 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呢 就是在痴虚的基础上 出现什么的心慌心药和失眠过梦 因为心有两大功能 心读血脉 心读神日 影响了心的功能 一个心慌心跳 一定就失眠多梦 睡不好觉 这个两个是非常主要的 要不然你不能辨证心皮两须 那么这个时候 只要犯有心的症状的时候 我就辨证为心皮两须 心皮两须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再用苦衷一趟 或者是血肌了 因为它不能有心血的药物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补一心皮 补一心皮共享 最好的方计是哪一种呢 龟脂肠 对 大家都知道 对吧 龟脂肠 那么龟脂肠呢 这种方计呢 它是主要是从丁延世起上 才能有方计 我把它写下来 那么我们的老师的经验 比如说这个黄麒 写上 你可以入人神 不踏钱入松赛神 踏钱那就挡神 呆诸 然后这种呢 要加福神 为什么呢 因为福灵有蛋分替水的作用 当归 龙眼肉 导人 远至 木香 干草 那么这样的一个患者呢 黄麒 我们正常都是一分半的量是三十克 党身二十 白猪二十 炒白猪二十 竹神二十 当归可以用十五到二十克 龙眼肉可以用十五克 找人十五 找远至十克 远至吃多了恶心量不要太大 木香可以用六到十克 干草呢 是十克 如果我们说这个 龟脾汤呢 它主要是益气毒血 健体养性的一种方计 那么它主要治疗呢 一个是心脾气血两虚症 一个是脾肤同血症 如果你没想到这种方计 你肯定是脾肤同血症 因为它主证一个是脾肤同血症 一个是心脾气血两虚症 你一定要知道 心脾气血两虚症也就是指的是 面 第一个 第二个 体肤同血症 心脾气血两虚症 就是说这个人 他肯定有心慌心跳 思眠多梦 然后呢 再有面色尾黄啊 气血血厂 我没写完呢 气端懒然啊 面色尾黄啊 舌淡太白 这个症状 这就是心脾气血两虚症 皮肤同血症 也就是说 脾气所引起的各种初血 月经过多呀 丰漏啊 我们说肌谬啊 谬血呀 所有的都可以用它来治疗 包括丰漏 就是皮肤同血症 但是呢 我们在理想当中 选择这种方计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患者 啊 这个患者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这个是木香 啊 肝炒 吃肝炒 你在平时的时候 你可以加上乳母 牡蛎 啊 三十克 三十克 可以用僧子 因为它平时它没有月经呢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治疗呢 因为这种方言当中呢 黄蟹人参白猪干嘛呢 加上肝炒 它是意气健体的 是补皮的 那么 班牙和龙眼肉呢 是补养心血的 不是心理气血量虚吗 一方面补气 一方面养心血 然后图定早而远智呢 能够养心 能够安神 还能伟心 这样一个作用 而木香在这里 只要是取到一个 补药 补而不治 啊 行气的这样作用 因为补药是多的 有的人胃肠脏了 气质吃不了 就大了 补而不治 肝炒的时刻 然后为什么 我说平树的时候 这个不是经期 是平时的 你得再加上龙骨和骨粒 就是因为龙骨骨粒 它既能够重症 安神能稳心 荒的那么厉害 一点儿掉都睡不着 你光养有时候也养不住 说你加它的同时能重症 能够安神 能够养心 而且呢 它本身也有 收敛固蛇止血的作用 加强这种固蛇的作用 但是你在经期的时候 一般形象 我们就不这么用了 经期的时候呢 喜欢加什么呢 如果这个患者 在人生最常用的 就是三鸡和桑叶 刚才我都讲过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三鸡可以用六合 桑叶可以用二十到三十 第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百费 三鸡可以用三十一 百花仏 有点 有人 就是说淤血它是一个病理产物 这个人气体的不足 它淤血无力 它必然会有淤 而且你加点三七 它啥的三七 它是一个挂淤 它主要直血制品 而且它有淤也能用 没淤也能用 它直血力量非常的强 而且这个应该初期的时候 它有点手术化 所以它起到一个挂淤直血 以直血为主 又有挂淤 有没有淤都可以 但是有淤的更好 这是对它的一种运动 而且它还能止痛 三叶我们说了 它能够凉血能够直血 因为现在的人和过去的人不一样了 现在的人都容易有点火 你看过去主力有点糖 对吧 你加点爱叶 你看现代人总是爱上点火 所以你这个时候 如果它没有特殊怕冷的 你就稍微加点三叶 它轻柔 它有寒 它也不够 它能够凉血直血 还有直肾的作用 而且黄旗当归 配上三七三叶 我刚才讲过了 叫做加减当归补血汤 这是父亲中女科当中的 一手瓶房 专门是老年血梆症 它能够黄旗配上当归 它能够一气羊血 然后三千人给它直血 还能挂一盒止疼 加上桑叶 加上桑叶 也是两血直血之间 你这样配合的话 没有寒的情况下 就非常好 这个冠者旌旗是这个 然后平时加入不努力 调理两个多月 睡眠也好了 精神头也足了 血也止住了 也不提前了 量也不多了 所以你看辨证准确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有一句话说 如果这边要说我肚子怕凉了 小肚子凉了 精小肚子发凉 那你后边就给它打掉 对不对 你就加点爱叶 或者爱叹 它就温静止血 就止血了 对不对 有感觉这个情况 但是我不说了吗 任何止血在经期的时候 月经一定要以通胖为尽 就是这个人经期的时候 他虽然越有多经期长 或者提前 但月经也是以通胖为尽 所以你不要乱用碳类止血 你一定要用点话语止血 止血来止血 所以才效果非常的好 为什么 再发展步骤就是甭露了 你看一到甭露了 你到西医 西医打止血 西医能打止血 他到了这里做整个情况 刷刷一脑马上止血 你啥呀 那不是内门还是厚吗 那有的人说不咋厚0.5 0.5就不厚了 人家内门喝完了能0.5吗 你0.5也厚 你也止不住这个血 所以说 所以这种话语止血 话法就相当我们西医学的 像刮功一样 一下就会刮着 就止住了 而且用一些缓和的 对吧 区域不上症的 像三居是区域不上症 是别的 来止血来治疗 那么这就是心体两屈 让我们讲的这个 比例学和心体两屈 那么在我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第二个大中心 就是气虚当中的 肾气虚 嗯 就是他的这个 肾气虚 不要控谈 不要控谈 不要 肾气虚 那么 我首先还是从历代文献当中 给大家找一些 肾气虚 导致这样的一个依据 大家不用背 但是你一定也得了解 也得掌握 那么在检阅玄学书 妇人会当中 就提到一句话 说妇人精 情力防止 以致经脉 比较的 气品学类肾气虚 啊 这个心情 你看每个 讲的都是这几部书 景岳玄书《妇人归》当中提到了 妇人因情欲防止 而至经脉不调者 欺定节债慎兵 也就是说 防劳所导致的这个 慎虚所引起的慎虚 妇人因情欲防止而至经脉不调者 其令节债慎兴 那么张鼓越就提出了 从防劳农业导致上证 那么还有一部书写得非常的好 就是明代薛丽宅的女科色药当中的一句话 特别重要 女科色药当中 小产当中提出了一句话 她说什么 我就问问大家 你说正常的是 就正常生产的时候 损伤的对人体 就是对我们些损伤的肾经 严重还是小产严重吗 就是说人有药油 不要严重吗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因为常常的薛丽宅就提到这个话 她说小产重于大产 说什么呢 大产如必俗之波 大产如必俗之波 小产如僧产 破期皮革 断期分替 你看这两个人的论书 这就是房牢多产所导致的 事举的主要原因 说小产重于大产 因为大产呢 不利俗之波 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这种利率 长熟了这时候 自己把大产树掉下来的 这就是我们正常生产的时候 但是小产呢 不松采 什么意思呢 就松着啊 也踩下来 会说破期皮革 断期更替 张我准备 我准备了 我准备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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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什么意思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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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 感谢观看 那么这个时候 一定要选择这种最好的方法 就是固阴间 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治疗了一个 旅行患者就是腰酸乏力的 然后他都是42岁岁了 对能量特别多 然后特别也是没有劲 然后腰还可酸 就拖着地 紫血腰 腰酸都不得了 我就给他用了固阴间治疗的 效果非常好 吃了一个多月 到星期的时候 但是不太多 连续吃了两个月 觉得腰也不酸了 劲也有了 就反应的非常好 所以一种肾气区所引起的 大远方计就是乌银剑 那么对于复合的方 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因为毕竟复合方 有很多方 他不宰在我们的方计学当中 所以对这些方计 就可能是不是很熟 但是这些方计 也真的是确实 非常有效的方计 那么他主要是谁 他也是张景岳的一种名方 只要不胜的都离开张景岳 但是我不说了吗 这个生气不如 你看谁也没说出 怎么也经过生气完 对不对 谁都没说 我还觉得特别开心 为啥 因为肾气满不能用于复合这样子 一个肾气区的时候 因为在狐狸半斤 直接那么力水 原因那么多 你认为合适吗 阴血都不足了 对不对 所以它的损法是和内部不同的 那么固阴间这种方计 在原书当中是治疗滑蟹 我写的原法 大家了解一下 是治疗滑蟹 带泽 灵移 精水依须不顾等症 那边 来 Game Game 嗯